大家好 我是Maphis 雞蛋妹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的是什麼時候新出的耳機 如果你最近找到一些比較文青款 或者簡約的Style 這隻耳機就要留意啦 那我們馬上開箱啦 Go! Mesh這個日本品牌 出了很多家電內容的產品 這幾年還出了很多耳機 這次推出了初階版和高階版的 兩款真無線藍芽耳機 可以照顧不同使用者的需求 而我手上即將要開箱這一款 就是高階版旗艦機 MXH-BTW-2000 我現在開箱看看裡面有什麼 一打開箱子就看到有個耳機盒 之後就是一對耳機 我這個款式是白銀色的 我覺得外形挺漂亮 然後再打開下一層 就可以看到有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是人文的 不過不怕 因為它的包裝盒上有兩個QR code 好啦 你檢查一下就可以看英文和簡體中文的說明書 另外就有一條充電線 就是Type-C到USB 最後就有一袋耳架 它總共有四個尺寸 XS到L都有 有三對就是這個袋 有另外一對就已經上了耳機上面 因為它有四個尺寸 所以你耳朵大小應該都可以配合到 這隻高階版一共有兩種顏色 有黑色和白色 同時在初階版就有四種顏色 都是有黑色白色 粉紅色和深藍色 我就覺得粉紅色和深藍色很漂亮 很適合襯衣服 BTW-2000 外形就走簡約的路線 我覺得白色配銀色也挺文青的 拿起手也挺有手感 中間這塊是實體件 兩邊耳機都有 值得一提 它們有一層防污、防敏感和防手畫的塗層 可能怕白色而髒 我覺得也挺貼心的 它和大部份的藍牙耳機都一樣 用藍牙5.0 另外它用高質素的石米稀單元 所以陰質也是不錯的 連接都是非常簡單 只要你開藍牙 找回耳機名按下去就可以配對成功 你配對了一次之後 之後再重新帶回 它都會自動連接 聲音方面 它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叫做外界聲音步足模式 因為你用它的時候 其實它都挺入耳的 所以有機會聽不到外面的聲音 如果你開了這個模式 你就可以同時聽到外面的環境聲 所以如果你在街上想安全一點 你想聽到外面的環境聲 你就可以用這個模式 它中間有一個實體鍵 它的實體鍵可以用來播歌 暫停音樂 然後跳去下一首 甚至剛剛說的外界聲音補足模式 都可以用這個實體鍵操控 電量方面它就可以連續播放8個小時的歌 而總續航力就是32個小時 即是可以在這個充電盒充滿3次電 另外它都支援快充的 大概充10分鐘電就可以播放1個小時的歌 所以如果你沒有電 即是充電都很快要遊歌聽 而且很適合一些 即是懶得充電 或者不是經常充電的朋友 它的防水就是IPX4 如果一般你做運動流點汗 它就OK 但如果是下很大雨 就不建議戴了 最後就說到價錢 它的價錢就是1380 我覺得性價比也是很高 如果有興趣 其實我建議你可以去看看它的樣子 或者去試一試 我的印象中就是 風窄、Power Living、LCX的Expert 以及耳機各大專門店都可以賣 好 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對Mixell這一款 簡約文稱是耳機有什麼看法呢 我自己覺得它的設計都很貼心 無論是它的防污塗層 或者外界聲音補足模式 這樣上也是有位到用家去著想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可以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很快就會再見 拜拜